大家好,我是生魔播音员,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电影《极力重生》,影片是德国2001年的电影,英文名是As far as my feet will carry me,影片一开始交代了故事的时间是1944年,德国东线战场转入败局, 德国军人科利·基文斯在火车站告别女儿和已经怀孕的妻子,奔赴苏联前线,基文斯答应女儿一定给她寄明信片,结果基文斯沦为战俘,被苏联宣判劳改25年。 基文斯和大批战俘被运往苏联远东,一路上的严寒和疾病吞噬着车厢里的生命,德国这边的妻子和女儿则完全没有她的消息,只能求神保佑她还能活着回来。 车厢里的战俘不知道他们将被带向何处,负责行军地图的军人在车厢的冰墙上,给他们描述了他们将要到达的地点,在苏联的最东边的狄日涅夫角。 穿过广袤的血缘,途中经历了内讧、严寒、死亡、饥饿、饥饿、外命和离别。 如果火车转为步行,军火长不跋涉,他们终于到了劳改营。 劳改营位于北极圈内,虽然没有栅栏,没有港哨,但是一片冰天雪地,寸草不生,没有食物,无处可逃。 加米涅夫上尉要利用严寒筛查战俘的体力,为劳改营干重体力活。 在检查违禁品的时候,男主基文斯想脱下自己的军服给占有,这引起了加米涅夫上尉的注意。 妻子和女儿又一次去红十字会查询基文斯的消息,还是杳无音讯。 基文斯因为曾经当过机械师,获得了修理发电机的机会。 他看四下无人出于本能,他爬上了传送带,想要逃跑,结果矿车被木头卡住,他束手就行,被关进了地牢,淋着冰雨。 加米涅夫上尉告诉他,苏联和美国有协议,任何逃犯都会被遣返,这里是牵矿,所有人都会葬身子弟。 上尉把基文斯交给了他的德国老乡们,迎接他的是一共暴打,他们羡慕嫉妒恨基维斯,又逃跑的机会。 被打后的基文斯被送到了病人囚室,同是德国战俘囚犯,也是医生的斯塔福尔医生,告诉他,这样逃跑太鲁莽,永远不会成功。 基文斯强烈地表达了他想回家的意愿,斯塔福尔医生告诉他,他有充分的准备,并且可以帮助基文斯。 就在当晚,基文斯偷偷地来到了斯塔福尔医生的房间。 就在当晚,基文斯偷偷来到斯塔福尔医生的房间,斯塔福尔医生向他交代了逃跑路线,沿途埋藏的吉养,给了他预寒衣物,枪支,血鞋,指南针,生存技能,并告知,因为贾米涅夫尚未喝醉酒,当晚是唯一逃跑的机会。 这些物资本是医生自己逃亡用的,但是他得了癌症,时日无多,并托基文斯把自己的饭盒带回德国老家,告诉家人自己死得很安详。 极不可失,当晚基文斯带起所有装备,开始逃亡,斯塔福尔医生随后自杀。 基文斯逃跑后,老改营对战俘开始了惩罚,战俘罢工抗议,尚未将罢工首领一枪爆头,同时派出士兵军犬追逃。 基文斯躲过一劫,搜索队没有找到基文斯,说他可能会冻死,而加里涅夫尚未坚信基文斯没有死。 基文斯在逃亡中,原地打转,兜了一圈,迷路又踩在了自己的脚印上。 路途中,他饥饿难耐,费尽力气打死了一只海豹,用海豹脂肪裹脚预寒。 在千辛万苦中,他遇到了一棵树,这象征着他离开了极寒之地,有了希望,他欣喜若狂。 他走到了森林,遇到了暴风雪,两个猎人西蒙和安斯塔纳救了他。 后来他们森林在阁上被灭亡前进,遇到激流,西蒙被掏入河中。 基文斯救了他,而安斯塔纳却置之不理。 安斯塔纳想要独吞两人的黄金, 西蒙乘机杀了安斯塔纳。 心机深重的西蒙,怕基文斯拿走了自己的金子, 在半路又把基文斯打下了山架。 好在基文斯没有死,但是遇到了完全的美人。 好在蒙古人救下了基文斯。 治好了基文斯的伤,还派了一个寡妇照顾他,良人念玉一晚。 然而,尚未的追击并未停止,他们广播了基文斯的通缉令。 善良的蒙古人告诉了基文斯这个消息, 并送基文斯一条狗阿基斯保护他,赶紧逃走。 到了五一年夏天,在走到了一个林场的时候, 基文斯被林场工人抓到。 林场的头头使用缓兵之计, 稳住基文斯后,马上向上级举报。 他们安排基文斯上了去赤塔的火车。 加米涅夫上尉和军队早已在车站等待收网。 基文斯见识不妙,准备逃走。 列车驶过,加米涅夫就在眼前。 此时,阿基斯托上去救了主人, 一声枪响,可怜的狗被打死。 基文斯随后爬上另一列火车逃离。 52年8月,基文斯逃亡到了中亚。 他借助金针寺向神忏悔。 一个认出他的犹太人, 以德抱怨请他去家里。 犹太人曾经受到纳粹迫害, 他帮他换了干净衣物, 做了假护照。 加米涅夫接到举报找上门来, 犹太人肝病发作当场死亡。 加米涅夫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 在临上车前, 基文斯买了一张明信片, 这是他对女儿的承诺。 20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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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亡的路并不平静, 卡车走在半路被告知前方山体滑坡, 不能通行。 基文斯只能走路。 经过边境检查战时, 军官检查了基文斯的护照, 准许他过境。 长城的大桥抬头是斯大林的画像, 对面就是伊朗。 基文斯激动万分地要走过大桥。 突然一道亮光打过来。 不是别人, 正是加米涅夫上位。 二人面对面, 基文斯又一次绝望了。 正在基文斯在想下步怎么办的时候, 加米涅夫让开了路, 并宣布胜利属于他, 真是高手过招, 点到为止。 随后加米涅夫走回了苏联方向, 基文斯走到伊朗。 随后被当成苏联间谍, 投入监狱。 伊朗政府请来曾经出任过 安格拉经纪部长的基文斯的舅舅, 来辨认基文斯。 基文斯指出送给妈妈生日礼物的照片背后的留言, 救了自己一命。 和很多美好的结局一样, 在一个圣诞平安夜, 基文斯回到了德国的家, 一家人在教堂团聚。 是非永久经认的啊, 各位小伙伴们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欢迎您订阅转发 谢谢 感谢观看